固定左边的感测器,让它不要碰到最左边的limit switch 接下来的话,将整个输入带往前推,靠着机械手的柱子 接下来将弓箭往前送,送到最底 接下来的话,我们要让机械手跟弓箭要能够来做对位 刚好两边的中心点必须要对齐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调整手爪,也可以调整这个输送带 那假设你调整手爪的话,那你到时候上面的感测器呢 就必须要去做位置调整 那假设调整输送带的话,你就不需要再去做感测器的调整 那对齐了以后,那这个就是已经完成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把这个感测器做一个调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